字幕提供 為何今天會穿這件T恤來拍片呢 因為送這件T恤給我作為今年的生日禮物的朋友 以及我妹妹跟我一樣都很喜歡看粵語長片 她經常問我什麼時候找一集來講語片呢 今天就是如願所償 語長片來算是我們喜歡懷舊香港地的人的重要素材 什麼叫語長片呢 我們會想起以前小時候在電視上看到黑白的語片 60年代、50年代的語片 當然有時候有些是彩色闊人幕的 陳寶珠、曾光那些 就是後期一點的語片 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歡看粵語片的 但就限於時裝片或者是幕後片 如來神掌 以及是陸子琴摩等等 至於是那些戲曲片、茶餐、督餐那些 對不起了,我興趣不大 好了,語片來算是我不單止喜歡 我簡直是有研究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戲院看粵語片呢? 大銀幕 看謝賢、胡鋒、嘉寧、藍雄 大大那頭的 在銀幕上 我就是入戲院看粵語片的 可想而知我幾大年紀 那時候我還在北角 我讀關幼稚語 就在北角碼頭 在書局街那裡 就有一間戲院叫國賓戲院 經常會放映一些廉價早場 一些二、三輪的粵語片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媽媽 就經常放學 其實就帶我去國賓去看這些粵語片 那我記得是 我在國賓看過 是大冬瓜、十兄弟、賊美人、回魂夜 不是星爺那一套 是張英白燕那一套回魂夜 蠻好看的 主要是首輪的語片 我也看過的 六十年代尾 在灣仔 我記得是陳寶珠的 女殺手 虎月舊孤兒 話說回來 這套語片 現在找不到 YouTube又沒有 DVD、VCD都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又看過收割的 一帆風訊 好者賣粉果 搶雜新娘等等 都是喜劇來的 好像是六五年還是六四年 就是六十年代中 我是在戲院看語片的 好了 我剛才也說 我是對語片有研究的 在七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初的時候 有一位同學 現在移民了去加拿大 他送了這本書給我的 是市政局出的 關於五十年代 粵語電影的回顧 由一九七八年到現在 你說這本書有多久歷史 很有收藏價值 除了五十年代的電影之外 還有六十年代的電影 以及喜劇 香港喜劇的研究等等 這些電影書裡面 是有齊了 六十年代 或者剛才那本說五十年代 有齊了那十年 香港是放映過的粵語片 即是一個 catalog 現在當然不小 按一按按按鈕 Google YouTube 就可以找到有關資料 但是我用了這些 hard copy 用了很多年 我經常都想研究一下 那部語片是何時拍的 我就會回到這些資料 還有一本是hard cover 有很多當時語片的女明星的照片 還有一些資料 還有一本是介紹光毅的 光毅電影公司很出名的 嘉寧謝賢 光雪 周聰 就是這樣 其實這一類的語片的書籍 我是相當之多 不過就是這裡地方有限 我不能夠是羅列出來的 其實呢 我有過百套的語片 收藏在家裡的 但是現在當然不用 又找一些什麼 錄影帶 VCD DVD去看 Youtube 大把 早期呢 我回香港度假的時候 就會在我媽家 設定那個錄影機 設定時間 半夜 錄下這些語片 回來慢慢看 我現在還有錄影機的 還可以看 當然還有VCD VCD的質地 質量比較差 但是呢 都很值得 透過VCD 去了解一下 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景況 以便能帶到我這方面的得益 想介紹一下這兩款VCD 十拼帝 Boss Set 我發現呢 最受香港人歡迎的語片 有三套 包括有 十兄弟 可憐天下父母心 以及如來神掌 對 那說起武樂片呢 這套的綠子琴摩 我也是非常之喜歡的 還有DVD 我有很多DVD 這裏只不過是其中三隻 記不記得我們讀小學的時候呢 乘巴士要用月票的 月票 也都有個月票套 月票套呢 也都可以放一些明星相片 在十多年前 我在香港的廟街 給我買到幾張當年的明星相 有陳寶珠 有蕭芳芳 還有寧波 說起寧波呢 我也訪問過他和他拍了一張照片 雖然他不是拍語片 但是也介紹了他 由細相片到大相片 這位就是西瓜跑 一位性格的演員 拍很多語片 專門做鞋星的 經常漏口的 不過他也有一套電影 他很認真地去演繹那個角色 不需要鬧口 不需要搞笑 就是英雄本色 他就是做一個大牌檔的老闆 那間大牌檔叫刊記 我還記得 我們一會有西瓜跑這張沙龍的照片 就要說回 我在十多年前 在澳洲雪梨認識一位 香港著名的攝影師 他就是錢曼李先生 已經離開了我們 錢先生很喜歡聽我的節目 我和他做了朋友 他見我喜歡看元月片 就送了這張沙龍照給我的 非常之有紀念價值 這隻VCD金大嫂 馮至江執道 有鄧碧雲 蘇少堂 胡峰 和鄉姐 李鳳聲 所合演的一套粵語片 是時裝片 很好看的 鄉姐 他現在會叫鄉姐 因為他其實也有一個 藝名叫做李香盈 是一位很出名的明寧 善演粵劇 那時候六十年代 他也拍過很多語片 周不時是反串 女扮男裝 我想電台認識他 特別是拿了這張VCD 要求他簽名給我 很有收藏價值 語場片是可以給我們 有一個機會 認識一下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當時的街道樣子是怎樣的 那些人穿什麼衣服 梳什麼髮型 他們的倫理道德觀 那時候發現 語片的報警 有時挺誇張的 尤其是說到有錢人家 有沒有發覺呢 時裝片裏面的有錢人家 十居其九 都是一間屋 有一條樓梯上樓上的 樓上睡房 下面就是大廳 有一個前院 是不是真的那個年代 個個有錢人都是住 這些獨立平房的 我真的有所懷疑 至於那些窮等人家 要是住石屋 要是住木屋 要是住板間房 板間房就是 周不時在喜劇裡 都見到的報警設定 有沒有發覺呢 粵語片 從來沒有公共屋 hazardous 錯誤 對不對 我記憶所及 我都沒有看過一套 例如途女場片 那些演員或角色 就住在公共屋 museums 按ập這些 这些屋邨在六十年代已经有 雨片拍到1970年1.71 为什么不找公共屋邨作为他们的背景呢? 真的不太明白 我和好几位雨片演员 这些我很尊敬的雨片明星拍过照片 包括有丁良 丁良叔是六十年代很出名的一位时装片男生 男主角很英俊的 他的拍档是妖金访 还有杜萍很厉害 杜萍是住在Melbourne的 他会偶尔上来雪梨 有一次在唐街见到他 跟他吃了餐饭拍张照片 他很好聊 尹芳玲 芳玲姐 播音皇后 人靓声甜 他也拍过好几套雨片 挺好看的 不错的 李凤星 香姐 刚才也介绍过 他在建台主持 介绍粤剧的节目 我有机会认识他 真是我的荣幸 李香琴琴姐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 1981年 已经见过琴姐 在台人街 他过来登台 不过时没有机会给他拍照 直到我九十年代中 过来澳洲 在这里定居 才有多次机会见到琴姐 还有机会和他拍照 真是很开心 好了 又是时候 看一套雨片了 看哪一套好呢 多谢收睇威廉夜冷 请subscribe这个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的影片 也都欢迎大家 在comment留言 一起怀旧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